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像个侦探 用透明PVC带 把那个男欢女爱留下的铁证封存起来 想了想 藏进一个葡萄木手势盒 锁起来 手势盒是一部母亲留下的 里面是母亲的旧项链 照片 这是她最私密的地方了 几天后 朱莉剧长她的心理医生 我一个星期都在烦恼这件事 医生试探问 有没有可能是你和皮特用过的 她笑得很凉 不可能我们已经几个月没有做过爱了 一句话就勾勒出中年男女的婚姻状态 何况她是粉色的 这才是朱莉内心最大的恐慌 这个少女的颜色 说明她要望属于15岁的女儿白希丽 要望就是丈夫跟某个娇嫩小情人拥护的 对于一个母亲 妻妇 永远不负的中年女人来说 两种情况谁比谁更糟 这个万丈深更连心理医生也没法把她拉上来 朱莉眉头紧索 周围那个熟悉的世界突然就变得充满了狐疑 她如常陪女儿去上课 游泳 看见爱希丽的泳衣 包裹着青春正好的身体 羞瑟和大方并存在爱希丽的肢体之间 朱莉看着她双手抱在胸前跟男生们说笑 觉得每个脸上长着雀斑斗鱼的男生都无比像嫌疑犯 这位母亲简直头痛欲恋 回家的路上 她小心翼翼问爱希丽 你的朋友们中 有没有发生过性行为的 被父母问起两性问题的青春期男生女生都会被点学一样 爱希丽也是立刻有点独自在 哦 可能有吧 朱莉严肃起来 爱希丽 我记得告诉过你 我当初是等了很长时间 才和一个男人在一起 那时我已经23岁 上大学了 爱希丽明显抗拒这个话题 有没有说过 朱莉继续进行性教育 说着每个母亲都会去说的道理 要足够成熟才能做这件事 你和你的朋友们都太小了 我不希望你们已经做过 回答我 但你还沉默 朱莉把这一切告诉心理医生 医生说 爱希丽可能觉得你是对她隐私的侵犯 这个年纪的孩子都很敏感 无论如何 从她的反应来看 我直觉那个东西不是她的 朱莉说 所以只能是丈夫的了 一个星期以来 朱莉不停追问丈夫皮特各种问题 狂敲击打听跟她一起工作的女人们 但打探毫无进展 她决定摊牌 一个夜晚 在卧室里 夫妻俩先生聊着家务所事 皮特背对着她 裸露着后背的中年男人 厚厚的身材 一问一答 沉稳而敷衍 身上看不出任何新鲜的气息 话风一转 终于挑明了 我那天打扫卫生的时候 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是你丢的项链吗 不是 是一个避孕套 那个肥厚的背影僵住了 她回头 脸上浮现出吃惊 我去 爱犀利的 丈夫问 不是 我问过她了 我觉得跟她无关 丈夫表情中浮现有意 你有歪意了吗 朱莉拎住她 没有 她情绪激动起来 你觉得我有时间吗 我每天都在工作 空气需要整整两小时 周末我还要处理那些 猪肉窗帘什么的家务事 周日晚上我们还要整理房间 我知道了 你没有时间 对吧 朱莉神色黯然 是的 丈夫一直都在强调 自己完全没时间出轨 自始至终 都不会说一句我朋友 因为我爱你 好非聊啊 两人熄灯睡觉 无话 凌晨1点09分 女儿打来电话 说赶不上地铁了 在闺蜜家睡了 朱莉叹口气 你原本可以早点的 爱犀利说 我乐得去 我太忙了 除了好吧 可以再叮嘱安全 朱莉又能说什么呢 末了 爱犀利顿了顿 妈妈 你放心 我不是傻子 知道该怎么做 我爱你 赵福还醒着 朱莉伸手去抚摸她 这对无性很久的中年 夫妻罕见的破戒了 隔了些天 她又坐在了心理医生对面 我觉得我和皮特关系更好了 我很确定她没有出轨 心理医生立刻反驳 那必然有人说谎 你应该知道真相 涂了口红的朱莉淡淡说 我有我的真相 那个装有秘密的手势盒 被朱莉收集在阁楼上 再也不提起 就像那些最后被吞下的疑惑 委屈和担心 没有人能帮她彻底疏解 只有一顾老母亲留下来的一个木头盒子 默默地坐着与成年女儿情绪的容器 这个14分钟的小片 被称为母亲题材的最争议剧情短片 跟其他表达母爱的短片非常不一样 整个氛围有些压抑 但十分写实 朱莉就像无数个普通女人一样 有民类的梦想 有对爱情的高要求 只是成为妻子 母亲之后 经历了属母亲的委屈 或是或真或假的谎言 于是学会了自己去消解 情绪缓慢 在时光深处 棱角清晰的上女 可以变成面目模糊的母亲 哪有天生阴忍 不过是被生活 踩在地上摩擦之后的折衷 母亲的付出 并不仅限于肉眼可见的怀孕 动刀 哺乳 身材走心 夜晚喂奶 颜值衰老 家务琐事 更是那种时时刻刻 忧心着孩子成长的胶着 尤其是在套门 最叛逆最危险的青春期 以及伴侣习以为常的末世 而对母亲最好的回忆 未必是 为礼物和朋友圈里的祝福 而是真诚 理解 耐心 是一句实话 是对她随着变老 越来越不可爱的包容 每个妈妈都曾是个美人 只是岁月伤害了她 你觉得朱莉发现的套套 究竟是谁的 换你会怎么做